在没有钢窥或是防弹窥的保护下 被子弹打中头部会如何 那基本上是不用怀疑了的 如果是一发大口径的高射机枪子弹呢 恐怕防弹衣也挡不住 但这位50岁的伊拉克大叔 在被12.7毫米高射机枪子弹打中脑袋后 不仅活了下来 而且没有留下后遗症 这可谓是真的幸运到极点了 这位运气好到不知道如何形容的伊拉克大叔 名叫埃尔拉维 根据德国世界报的报道称 这位50岁的大叔在回家路上遭遇双方武装力量的交火 被一发12.7毫米高射机枪子弹打中头部 当即晕倒 但令人惊讶的是 这枚子弹并没有打穿头部 而仅仅是相牵在了他的头部上 他被送到医院后没多久就清醒了过来 并没有生命危险 还笑嘻嘻地喊医护人员说并没有感到痛 见惯了各种伤口的医生们也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 要知道那不是一个石头或者小铁皮 而是大威力的高射机枪子弹 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情况后 大叔才意识到自己的幸运 也是十分吃惊 后来经过检查 子弹并没有打穿他的头骨 也没有造成特别大的伤害 后来只是有时有点头晕 不过半个月后也没啥大问题了 宣告出院回家 后来也没啥后遗症 这位大叔可能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铭记于战争史 这个运气真的没神了 当然了这个事件有运气成分 但也并非完全脱离场里 实际上子弹在飞出有效杀伤范围后 动能并没有完全耗尽 还会继续飞行 子弹真正的飞行距离比枪械的有效射程要长很多 但过了这个距离基本都是乱飞了 完全不可捉摸 也有可能是一些穿透力强的子弹 虽然可以穿透障碍物 但动能也大为衰减 或是是打到其他物体上消耗了力量 但飞了正巧打着 力道也大为消耗 如果直接成为瞄准目标被打中 那这个奇迹也是断然不可能发生的 这种武器的毁伤能力是很大的 当然了 被榴弹打中遭殃的人也不少 这个就只能用运气形容了 实际上战场上这样的幸运儿冷不丁就会出现一下 但最好的情况还是希望和平不要战争 这样枪林弹雨下的幸运并不让人感到欣慰 反而是感到害怕 回家的路上本应该是祥和太平的 但当地人民却要为躲避战火而担忧 时常付出惨重的代价作者庶民均是家